好 说到救难 这个消防车保佑的时候排气管常常会排出黑烟 偏偏消防车为了出行抢时间 常常都是这车头朝外 车尾朝内 使得消防队员常常都得要吸这消防车排出的黑烟 长期下来就担心有致癌风险 我们来看台中的十九的假消防队呢 就参考了国外的设备 自己发明了一套是尾气排放改良系统 不只要打火 保护国民安全 那么也要守护弟兄们的健康 气体侦测气警报声狂响 因为侦测到有毒气体 消防车排出浓浓黑烟 原来有毒气体从这里来 但消防车保养时排出的废气就针对着听射 让打火弟兄得天天吸沸气 早上发车的时候都吸到一些废气 其实应该每天发都会闻到啦 然后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应该多多少少也会有啦 担心废气喷网住地听射身体出毛病 19甲消防分队参考国外设备设计出整套 尾气排放改善系统 收集消防车保养时的废气 还特别采用磁吸室 万一消防队临时有勤务 消防车可以说走就走 味道就真的完全就没有了 它其实回收的效果还蛮好的 国外来说以模组进来 他们尾气改善进来的话 这个价格都会落在十几二十万起跳 以上我讲的就是以上 那这种模组化进来的 其实也不一定是我们消防员当下所需求的 没有预算顾健康自己动手DIY 消防队员不只会打火救人 也意外展现惊人才华 记得谢献宗姚祖婷台湾场报导 从前辈有我和你 从前辈 从前辈